这番义题主要会有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这个产生它的booking ID 那这个booking ID的规则基本上就是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这个build list 这build list里面当然就是 它是希望说前面本来hotel的名称要把它改成缩写 第二个的话它这个是这个房客哪一天入住的 那可是它只需要它入住时间的check in的时间的那个月跟日 而且要是月两码日两码 然后这个住几天 然后这个人呢 他的first name是什么名字 它的规则大概分成就是有四个区块 中间就是加一个这个minus减的符号 那把它串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booking ID 可以从这个build list里面可以找到大概规则 OK 那或者是说你开可以第二个 可以从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个build list大概长的样子 反正就三 总共有四个部分 那这个四个部分的资料来源在哪里 基本上呢 前面两码的缩写 就是它hotel 这个hotel的名称 那我要把它变成缩写 缩写部分的话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里面找到有个叫hotel的list hotel的detail detail里面呢 它会帮你对照表在这里 就是它的那个hotel的名称 那hotel的ID 应该是叫ID 实际上就是它的缩写 比如说哪一个hotel 它的缩写是什么 那我们主要 等于是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缩写 然后minus符号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它是要做什么呢 就是它的入住时间的月跟日而已 OK 所以这个规则是 比如说0201这样子 那如果说它check in的话 这边有check in的时间 所以我只要把这一个日期的月份抓出来 并且把它格式化成我们要的格式 OK 然后再来就是它住几天 那住几天不就是把check out日期 减掉check in 再加一哦 OK 因为是几 三天两页嘛 那其实应该 就是它减完之后就是两页 但是我们是要三天 OK 然后再来就是 它的first name是什么 所以会有四个部分的资料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第一个是要查它的缩写 所以查它的缩写 一样是插入函数 那我们一样用最近使用过的 有一个vran数 查什么呢 查这个东西 在哪里查呢 F3 去查那个所谓的hotel的detail 这个 这个名称里面呢 帮我查查看哦 它的缩写帮我查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哦 它这边的名称 我刚刚讲过 一定是 1是查这个 2是我们要的 那3 3不管它了 OK 然后我们就第二栏 把第二栏查回来 查询的方式的话呢 用完全比对的 那就是零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部分就查出来了 第二个部分 串接一个什么呢 串接一个那个 减的符号 这minus符号 然后呢 在end什么呢 end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要 再来是什么 我看一下 这个是哦 它的月跟日 check in的月跟日 那check in的月跟日的话 当然你不是说把check in的日带过来 它变成是吧 它会变成一个数字嘛 这个数字前面讲过了 就是跟190年1月要相差几天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格式化 那格式化可以用哪一个 哪一个函数呢 前面好像用过 一个叫text的一个函数 test函数 那test函数 我们前面好像斗点 000嘛 对不对 所以斗点是它的格式化 那这个format 其实 如果你要月跟日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mm 有没有 两码 就是 如果它各位数字会自动补零 那日也是一样 滴滴 OK 后刮一下 这样子的话打勾看看 有没有 0106 那你想说这个怎么查 其实基本上呢 在test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其实里面就有答案了 你会发现这里面 比如说我要 有没有 mmdd 其实它就帮你格式化 什么 就是两码 如果当然你要格式化 是像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什么 斜线斜线 有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转量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包含货币 或者是日期 时间 百分比 等等的 这边都有相关的范例 甚至它里面还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你还可以从哪边找呢 从我们格式 有没有 那个制定格式里面呢 去找找看 它其实跟制定格式 有一定的关联性 其实制定格式里面的格式 拿来这边也是可以用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你如果有一些详细的细节 可以再到函数 函数说明里面看一下 那我们就mmdd 好 按个确定 那第一个第二个就出来了 再来就end 一样再一个减的符号 好 那再来就是它住几天嘛 所以end 那住几天就是把checkout日期 减掉check in的日期 再加上一天 那因为我前面讲过 日期其实就是里面就是一个数字嘛 数字减数字 然后再加一 刚好打勾之后的话 其实也会回来这个数字三天 OK 然后再end的符号 再什么呢 再一个减 然后再一个end的符号 再它的firstname 就是这个firstname给它 OK 就这一个打勾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编号就做出来了 所以四个部分 应该不难记了 只是说你可能 可能要稍微看 如果几个地方可以看 第一个你切过来这边可以 或者是第二个 你从云端上面这边也有 我们要做出 只不过字比较小一点点 好 那做完之后向下填满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阶段 就是如何产生一个 所谓的ID 编号的部分 OK 那有点像是资料库里面的概念 其实如果你要产生那个编号 至少你需要了解 第一个这个编号绝对不可能重复 你不可能说你今天这个编号 跟其他重复了 如果重复资料库也不可能 编号一定是不能重复 第二个这个编号是一定要有资料的 好 不可能空白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你如果没有重复 而且有资料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编号去查到其他资料 比如说等于第一个是 这个booking做完之后 那如果我这个bill list 我希望怎么样 产生账单的话 这个账单里面需要一定是个编号 从编号里面去查到这个人的名字 包含他的什么呢 first name 跟 surname 这里面帮我拼凑起来 中间加上空白 诶 有没有办法 其实当然可以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一整个 booking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总表 所以你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booking的总表 这个总表基本上呢 指的就是这一个booking的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知道他的ID之后 当然我要查到其他栏位就很简单 你会发现哦 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抓的话呢 当然我就抓到 12345678跟9 中间加个空白不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用V图函数 先给他一个他的ID 有没有bookingID 然后呢 请他去找第8跟第9栏 中间加个空白 诶不就查到他的name了吗 那room number也很简单嘛 就查到他的room number嘛 就第6栏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就是他的几碗 nice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们就怎样 查到什么呢 查到他的 第5栏 check out 剪掉第4栏 因为几碗 所以剪完不用再加1 日的话才需要加1 然后price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price 它的价格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我们是要到这边也比较 lookup price的 这一个工作 这个名称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他在哪里 就点下面一下 其实就在这里 那可是规则好像不太一样 怎么样 就是我们会需要什么 他的缩写 有没有 那个饭店的缩写 再加上他的房号 可是这个资料目前是不存在 但是你可以透过什么 拼拼臭臭的 也可以得到 有没有 所以呢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 先查到他的缩写 加哪个房号 就可以查到他一碗多少钱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透过什么 诶 这个booking id的前三码 再加上他的 rune number 把它凑在一起 就可以知道 那可是问题我只知道说 那个缩写 如果查的话 就把后 就是第一栏 查完多少钱 一碗多少钱 就可以查出来了 那总共多少 就是说呢 他总共 需要花费多少 那基本上就是这一个饭 这一个住几碗 乘上多少钱 那不就是amount 就是可以把那个 总金额算出来了 那自动这个报表 就是可以产生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booking部分的id先产生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刚刚讲的啦 第一个就是 他的 first name 跟 surname 其实就中间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空白就可以了 所以 查的是第八栏 第八栏就是first name 跟第九栏 OK 这应该没问题啦 然后呢 roon number的话呢 其实 我刚刚就是什么 干脆把这个什么 把它复制一下 那其实后面这些 都可以全部都一次做完了 那怎么做 这 Ctrl shipping use 再删掉好了 那其实就一个加个等号 然后 因为roon number在第 好像在第六栏吧 所以就带过了 你就直接贴过 那即晚的话呢 就是什么 加个等号贴上 好像是第五栏 它是 check out的 然后剪掉 check in 所以剪掉 check in 好像在第四栏 所以你就把这个栏改一下吧 按打勾不就好了 三碗 对吧 那 price的话是什么 我刚刚讲就是说 缩写在一个minus符号 其实就是他的前三码 再加上roon number 凑在一起不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第一个 插入函数用文字里面的那个laps 因为我左边算过来三个字嘛 所以我可以用那个laps l-e-f-t这个函数 然后他问我说 诶你的文字在哪里 那你要几个字 我要三个字 g1 一个minus 按确定 在end什么呢 end的防号 防号在这里 有没有 打勾 但是我price不是要这个东西 我要把这个东西拿去查询 查刚刚讲过的那个对照表 最近有使用过的那个 就是把这个贴上 g1-他的房号 就是这个饭店的哪一个房间 那那个对照表里面都有 啊那个对照表就是f3 叫什么呢 lookup price price OK 按个确定 然后这边的话呢 第几栏呢 有没有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就是看这边 他是这个缩写多少钱 这个缩写多少钱 那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没关系 再点他一下 他会跳到这个 对照表的位置告诉你 不过因为 他这个对照表设计的不好 最好当然不然就独立一个工作表 去放这个资料 因为他好像全部都混在一起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辛苦 那里面的话 当然第二栏 就是他的 多少钱 OK 然后呢 比对方式是完全比对 所以这个时候会返还的是一个碗 多少钱 3500 3800 OK 那amounts 那关于这个多少钱 你会发现网络 就是说呢 报价 像我现在出去旅游 真的以往可能打电话询问 后来我发现千万不要 价钱差好多 用手机订的价钱便宜好多 而且有时候便宜一半 想说怎么会差这么多 我打电话跟他讲说一碗多少钱 他说三千多 那我手机上一查 才剩一千多而已 那我当然定一千多了 我干嘛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给他点下去 去给他看 check it 一模一样 OK 所以好像 现在好像一定要用手机来定 不然 这样 OK 好那再来的话多少钱 就等于这个几碗 乘上一碗多少钱 打勾 全部算完了 这样的话 很快就可以把一个资料 快速完成 那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 也可以把刚刚东西 再把它引用进来 不过这个没有跨工作表 这顶多就两个工作表 那也可以一个一个自动把它公式放进来 所以这一题的话主要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你的ID先产生 第二个就是根据这个ID去查到其他相关资料 那我想工作里面还蛮多类似的 类似的应用 也就大部分都是先根据这个总表里面 你会先产生一个唯一的ID 这个ID就编号 那他概念基本上 第一个是不会重复 第二个呢 也一定会有资料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编号去查他其他栏位的资料 所以未来甚至有同学会 会还有一些什么应用 比如说像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假设这边有下拉清单 自动带出后面的东西 的需求 好像常常会有 有没有可能的 当然可能 比如说你今天呢 只要输入个编号 他就自动帮你把这些全部都自动带出来 有没有 那 最好这个地方当然 最好是一个下拉清单 好 又下拉的 假设我们有个下拉清单 然后让你选完之后 后面东西呢 全部都自动帮你产生的话 那 该怎么做呢 其实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 自动带出 那做法当然 你可以 不写VBA 怎么做 那写VBA又怎么做 这部分我想各位 可以先想想看 好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